11月14日晚由生命和基金会发起的2010年度募款餐会在Cupicino的王朝酒家举行 活动吸引了40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加 生命和基金会会长王光生首先对在场的嘉宾简要地介绍了生命和基金会 随后主办方将2009年前十位捐款最多的嘉宾请上舞台 并由生命和基督教会的刘童牧师为他们颁发了认证书 前济南大学校长知名作家李嘉童博士同时受邀出席了本次晚宴 并向在场嘉宾分享了他在印度垂死之家担任义工的经历 洗衣服以后要把这个衣服拿去晒 在这个晒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没有夹子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可不可以让我能够到外面去替各位买一些假衣服的夹子 他们说这个是不可以的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 他说因为我们是要替穷人服务 此外主办方还邀请到义工及接受过基金会帮助的代表发表演讲 通过他们与基金会之间的故事与大家共同分享他们的酸甜苦辣 席间嘉宾们纷纷慷慨解囊将他们的爱心放入承载着欢乐与希望的信封中 并通过基金会寄往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的手中 随着全场齐唱基金会的会歌本次晚宴缓缓地落下了帷幕 红星卫视记者李宇 Cupertino采访报道